她作为七代木火影的夫人 出生于木叶日向一族 而且是日向宗家的大小姐 她是一个十足的金枝玉叶 此人便是雏田 是个一出生就站在日向一族高层的女孩 只不过日向家族不是一般的地主之家 过得不是守财奴的生活 这是一个奉行宗法制的武学世家 即便是族长也就是雏田的父亲 也离不开打打杀杀 因此 这么一位大小姐不可能像寻常的大胡人家千金那样 前呼后拥 过着公主一般的生活 性格温柔的雏田从小也要接受各种严厉的训练 再加上她又缺乏主见 对于族里的长辈乃至她的父亲只能言听计从 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端不上架子的大小姐 单独出门在外 还得受其他孩子的欺负 不过 在雏田的童年阶段 有三个人改变了她 一个是她的堂兄宁次 一个是她的妹妹花火 另一个是她暗恋的对象 也是她未来的丈夫名人 在雏田的三岁生日宴会上 她见到了堂兄宁次 当宁次第一眼看到这个大小姐的时候 说宁次没对雏田一见钟情恐怕都没人相信 可此时她的父亲却说 你的命运就是保护雏田大人 看来最早给宁次灌输命运思想的就是她老爸 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 方法不对很可能让孩子误入企图 只是此时的宁次还不太懂她老爸的话 她只想像个哥哥一样保护好雏田这个妹妹 来一场青梅竹马的爱情 宁次天赋极高是族内百年一遇的天才 无论是日向一族的血迹献戒白眼 还是家族秘传的体术柔全 小小年纪的她都运用自如 在和雏田的切磋中 这位宗家大小姐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待切磋完后雏田对她吐露了心声 我不喜欢练习体术 要是宁次哥哥能代替我继承家族就好了 天真的宁次把这话当成了表白 她自信地说道 我会帮你变强的 而且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 可是很快宁次就遭到了命运的毒打 虽然她天赋很高 可她毕竟是分家出身 注重血统宗法的日向忽视了她的天赋 宁次注定要做个下人来保护主 当晚 她被注入名为龙中鸟的咒印 咒印显现在额头 终身无法消除 这是宗家对分家的一种控制手段 龙中鸟会封印部分白眼力量 像紧箍咒一样束缚分家人的行动 雏田看到宁次在痛苦中挣扎 她非常难过愧疚 自己只是个懦弱的人 不想努力变强 只想一味放弃 这样的人怎么值得宁次哥哥舍命保护呢 她逃出家门 一个人在寒冬的黑夜里孤独地漫步 累了就蹲在路边哭泣 就在这个冰冷的夜晚 她遇到了明媛 这个村里人人讨厌的小鬼 明媛也注意到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 便走去温柔地牵她的手 想把她送回家 雏田第一次感受到 这个村里人都不待见的男孩 竟然看起来这么友好 一点也不像个坏蛋 她开始对这个男孩感到好奇 到了雏田家门口 明媛感叹道 你爱有个这么大的家 为什么还要哭呢 像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但从来都不哭 明媛的话里充满了对家的渴望 也让雏田感受到了一种成长在孤独中的坚强 既令人感到心酸 又一场鼓舞人心 从明媛那里 雏田获得了乐观和勇气 眼前这个令她感到窒息的家族 似乎不再那么可怕了 后来雏田被村里几个小猫孩围主 骂她是白眼妖怪 一旁的明媛立马跑过来替她解围 她大喊 我叫漩涡明媛 是未来的火影 还想用影分身教训这几个人 可是此时的明媛只是个弱得吊渣的菜鸟 很快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比起她的老爸水门来 明媛的英雄就没显得有些滑稽 毕竟实力不允许 可这不影响雏田对她的好感 她看中的并非是明媛为她出头 而是明媛身上的那种坚强和勇气 明媛很弱却仍在努力证明自己 哪怕受到排挤 内心依然强大 明媛的运气也真是好 刚好碰到了这么一个性格懦弱 却渴望勇敢 而且还不放花痴的大小姐 换作是小英那样的 估计明媛只能白白折头 从那以后 雏田就把明媛当作自己的榜样 她决定不再做个爱酷鬼 开始努力修炼 不管能不能继任组长 但最起码要有能力保护家族 保护最重要的人 后来雏田有了个妹妹花火 正是这个妹妹彻底改变了雏田的命运 年幼的花火和当年的左珠一个样 爱黏着自己的哥哥姐姐 在她眼里雏田就是她最崇拜的人 而雏田也很疼爱这个妹妹 身为宗家继承人的 她刻苦修炼之余 还得陪花火玩耍 常常灰头土脸甚至伤痕累累 玩着玩着就睡着了 好奇的花火跑到训练场偷看 她发现在训练时 宁次把姐姐雏田打伤 额头上顿时出现奇怪的印记 而宁次本人也显得痛苦万分 年幼的花火逐渐感到家族里的残酷和苦苦 直到某一天 花火发现雏田一个人出门 不知去干什么 她也偷偷跟上去 原来雏田在玩偷窥 而偷窥的对象是一个 看起来不怎么优秀的黄发少女 花火不明白自己一直崇拜的姐姐 为何做这些 或许她并不想过现在的生活 后来花火也要面临严酷的体术训练 她天赋较高 练习柔拳进步神速 很快引起了族中长辈的注目 他们决定让雏田和花火进行一场比试 结果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对雏田大势所望 她竟然打不过小自己五岁的妹妹 其实并非是雏田打不过花火 虽然她平时成绩不行 对战宁次老是输 可对方毕竟是个天才 经过长时间的修炼 雏田的基础其实不比花火差 在对战中很快就找到了花火的破绽 只是本性善良的她不忍对妹妹下手 才选择了放水 可是雏田的善良没人放在眼里 她输掉了比赛 也输掉了继承宗家的机会 对雏田极度失望的父亲 气得把村里的上人昔日红叫来 让她带走雏田 随便交交就行了 就这样 雏田和普通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忍者学校 走一般的竞争程序 而花火则接过了姐姐的重担 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单身贵族生活 进入忍者学校之后 雏田发现自己终于有机会 可以近距离接触名人了 她兴奋得有些脸红 只可惜她发现名人 竟然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以及男孩 性格内向的雏田 只能选择默默暗恋名人 但是名人一直没有发觉 雏田对她的心理 她的心思全在小英和佐助身上 直到中人考试 她都一直觉得雏田是个奇怪的家伙 中人考试的第一关是鄙视 这次考试的考题难度相当大 连佐助宁次这样的天才 都不得不依靠作弊来答题 不过 这样的题目 对于雏田这种理论型学霸来说 却很轻松 其实这场比试 就是考察大家作弊的能力 你们可以理解为 神不知鬼不觉搜集情报的能力 可惜名人这个憨憨 似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答又答不出 抄又抄不到 雏田不希望名人被淘汰 她偷偷把试卷挪过去 让名人抄答案 爱情总是会让人失去理智 雏田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一旦被发现满五次 她和名人这两队人 就会直接被淘汰 一个人的爱情 引发六个人的悲剧 到了中人考试第三关 一比一对决 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众人都不看好的名人 竟然赢了 比自己强的对手全种牙 雏田打从心底里 为名人高兴 她不关心自己的队友牙伤势如何 竟然羞涩地 为名人递上了一瓶疗伤药 可名人这个多年的单身狗 理解不了雏田的意思 只是尴尬地说了一句 谢谢啊 你真是个好人啊 一般拒绝别人的表白 都是这么说 不过 雏田接下来却遇到了麻烦 她抽中的对手是名次 这些年来 他们交手过无数次 可雏田从来没有赢过她一次 这次的结果想必也一样 事实证明 在女孩子面前 太要强未必是好事 可能只会让她离你越来越远 对友全种牙 劝雏田赶紧弃拳 那家伙会毫不犹豫 把你打得遍体鳞伤 确实 眼下的宁次 雏田早已不把雏田当做那个可爱的妹妹了 被刻上咒印的她 开始反感这种宗家和分家的关系 随后又发生了云银忍者劫持雏田的事件 雏田父亲最终阻止了云银忍者 行动失败的云影村反而倒打一耙 逼木叶交出杀人凶手 仁慈的三代活影选择了妥协 就这样 宁次的父亲为了保护宗家 他主动选择了牺牲 代替雏田的父亲被交了出去 失去了父亲的宁次逐渐憎恨这种秘密 但是他却无法改变这种秘密 无法反抗宗家的咒意 他憎恨日向宗家 其中也包括雏田 俗话说 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深 现在要和雏田对决 宁次当然不会打算留情 可是雏田也没有放弃对决的打算 他受到了名人的鼓舞 想要在心上人面前表现一番 于是他亮出白眼 果断说了一句 宁次哥哥 来决一胜负马 雏田和宁次的战斗表面上 看起来只是一般的体数较量 但实则凶险万分 日向一族的柔拳不同于一般的体数 在白眼的透视之下 柔拳的使用者 可以将查克拉精准地打到 全身的每一个穴位上 哪怕只是轻轻碰到 也有可能伤及内脏 就连擅长体数的小李 也认为木叶最强的体数流派 当属日向柔拳 为此他一直把宁次当作自己的对手 在宁次的攻势下 雏田毫不畏缩 两人对战了十几个回合 打得有来有回 可是接下来宁次突然一掌击中 雏田心脏不稳 两人的对战到一段落 雏田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可他的意识还在 他并不想认输 因为名人在场注视着他 他甚至听到了名人在为他加油呐喊 从前的他一直惧怕挑战 遇到困难就想放弃 他本想认命 当个柔弱的大小姐 哪怕会被族中的长辈看不起 但是名人给他带来了不服输的勇气 他也想像名人一样坚强起来 让名人看到他那不服输的任性 他要做一个勇敢的人者 已经重伤的雏田仍然强撑着站起来 摆出继续对战的姿势 此时的他已经突破身体极限 难以再战 何况他的对手是被三代火影 称为日向一族天才的宁刺 小李之所以苦练八门顿甲 就是享有朝一日挑战这位天才 客观上讲 雏田和宁刺的差距 不是靠决心和勇气就能弥补的 除非他有名人那样的光环和外挂 紧接着又是一轮激烈对打 果然 雏田的心脏再次受到重击倒在地上 被命运毒打的宁刺太爱惜凶了 海叹了口气 真可怜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雏田的老师昔日红星味道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 做得好 在众人眼里 雏田能够这么坚强已经是很难得了 即便他可能是在向名人表现自己 就在裁判准备宣布结果时 名人突然大喊 不要停 因为他看到雏田又重新爬了起来 此时宁刺彻底被激怒了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吃狗羊 只觉得雏田明明是个吊车尾 弱得不堪一击 却还不认命 想一次次爬起来挑战自己 想靠决心和勇气来改变失败的命运 简直痴心妄想 被宿命论蒙蔽了内心的宁刺 最看不惯这种愚蠢的坚持 他对雏田产生了杀意 就在宁刺冲上去的时候 卡卡西等三名上人以及裁判都同时阻止了他 他们知道宁刺这一招必定会要了雏田的命 两人的对战落下了帷幕 胜利者当然是宁刺 雏田内心一颤 当即昏死过去 此时名人忍不住冲了下去 他没想到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竟然会如此执着 宁刺看到又一个吊车尾跑过来 他觉得他似乎明白这些吊车尾想要改变命运的决心 但那又有何用呢 人总要面对失败的现实 于是他告诫名人 给你两个忠告 是忍者的话就不要做给别人加油这种傻事 还有 吊车尾就是吊车尾 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可是他的嘴顿对名人没用 论嘴顿 名人还没有怕过谁 只见名人用手占了占雏田吐出的血 指着名刺 我发誓 一定要打扮你 卒天拼了命想要证名的东西 即便失败了 也要由他来证明 事实证明 名人没有食言 在后面的对战中 名人遇到了宁刺 当时的他全身穴道被宁刺用柔拳封锁 连查克拉都无法凝聚 众人都认为他只会和卒天一样重伤倒闭 可名人动用了九尾的力量 只用一拳就把宁刺打得爬不起来 或许一般人的命运确实很难改变 但挂逼除外 真理永远在大炮射程内 被打败的宁刺没有了之前的傲慢 变得自闭了 和名人那个吊车尾比起来 他这个天才算个屁 不过很快他得知了他父亲死亡的真相 初天父亲告诉他 宁刺的父亲是为了保护村子和家族主动选择牺牲的 并非是分家的命运逼死了他 其实这两者有啥区别 分家的命运不就是保护家族 为家族和村子去死吗 反正宁刺父亲已死 随你怎么说都行 不过宁刺不知怎么的就这么被忽悠过去 突然就打开了心结 开始不再憎恨宗家 而初天在观看名人和宁刺对战的时候 内心一激动 旧伤复发又昏倒了 在这场中人考试中 大石丸策划了袭击牧业的行动 此时云影村的人者也潜伏在村里 他们在牧业到处尾随年轻少女 看到身体结构特别的就想带回去研究研究 这步他们一直都盯着初天 想看看他的白眼咋回事 趁着牧业一片混乱 就把他劫持了 听说雏田被劫走 宁刺终于良心发现 想要去救他 雏田的队友牙抢在前面 我也去 雏田可是我重要的同伴 而且你对他不安好心 这才是牧业好队友 雏田就缺个牙这样的男友 不过雏田的父亲早就把雏田救下来 在中人考试的风波结束后 雏田和宁刺的关系开始好转 雏田觉得自己实力太弱 宁刺则主动陪他练习 帮助他变强 履行他最初对雏田的承诺 只是在雏田心中 雏田只能做个哥哥 雏田的心早就属于 那个不服输的少女 明人 后来明人为了自己的目标 决定跟着自来野外出修行 而雏田也想让明人 看到自己的劲动 他决定在雏田的帮助下变强 等着明人归来 在这期间 他开发出了用查克拉形态 来强化柔拳的柔步双视角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 雏田已经不是那个短发女孩 三年的光阴 让他变成了一位长发美女 颜值超越小阴 有了竞争太子妃的资本 看来案本已经做好了 让他上位的准备 只不过雏田 还是跟以前一样羞涩内向 在明人回村之时 见到心上人的雏田 心里像小鹿在乱撞 又兴奋又羞涩的 他可能是想到了 什么幸福的事情 一分钟就晕倒了两次 之后 木叶继续展开 左助夺回行动 雏田所在的第八班 和明人所在的第七班 一起行动 第八班侦察能力特别强 不仅有雏田的白眼 还有带着狗鼻子的牙 以及带着一群微型无人机的智男 可以展开三位一体的 全方位地毯式搜索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左助的行动 他似乎正要去找他哥友拼命 明人等人立马赶过去 处理这起家庭纠纷 没想到一个很搞笑的面具男 在半路上拦住了他们 让他们难以前进 等他们摆脱面具男纠缠的时候 左助已经打完开溜了 后来小组织首领佩恩 公开入侵木叶 卡卡西当场战死 五代火影钢手伤重昏迷 村子被佩恩 天道一个神罗天真给平推了 木叶就剩下几颗火影钢 就在这生死存亡关头 明人从妙木山毕业归来 他学会了纤属 已经成为真正的木叶高手 此时明人终于可以装逼了 在秒杀了修罗道后 他觉得可以飘起来 于是他嘱咐阔余 不要让其他人插手 以免伤及无辜 可是明人终究帅不过三小时 在大战三百回合后 虽然他干掉了其他几个佩恩 但还是被天道打败 像只烧鸡一样 被佩恩用黑棒插在地上 连嘴盾都输给了佩恩 就在明人意志力动摇的时候 这一切被楚天的白眼 看得清清楚楚 他立马冲过去救明人 可身边的族人阻止他说 加入到那样的战斗中 只会妨碍明人 但是明人都被抓住了 再不救他就得看着他领盒饭了 楚天不想看到明人一个人战死 他只身冲了出去 对着佩恩来了一掌 把佩恩逼得退了好几步 看到楚天来到身边 明人责怪他不该这么冒事跑过来 眼前这个敌人相当危险 楚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楚天摆好战斗姿势 笑着说 因为我最喜欢明人的 这从天而降的狗粮把佩恩看傻了 老子是来送一袋米的 不是来啃狗粮的 楚天看着明人满身插着的黑棒 觉得这太过分了 他随手一掌击碎了明人身上的一根黑棒 佩恩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位靓女是来救人的 差点就被这把狗粮掖住了 楚天还想继续跟进打明人身上黑棒的时候 被佩恩一招神罗天真弹飞了 但是楚天又立马爬起来和佩恩对战 他放出大招揉布双施拳和佩恩周旋起来 此时控制佩恩的长门由于查克拉消耗较大 已经开始咳血 楚天抓住机会又击碎了明人身上的一根黑棒 佩恩不能再放纵这位陷入爱河的少女了 他把楚天弹向空中又重重摔在地上 马上又掏出黑棒插向楚天 楚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看到他流出的鲜血 明人开始懵了 从小就是个孤儿的他 这些年来尝遍了孤独的心酸 身负久尾的他从小被当成妖怪来看待 而且还被忍者嘲笑为吊车尾 他不想看人扔眼 他在火影沿上搞恶作剧 他想成为火影 都是为了让别人注意他 认可他 从小却少爱的明人 是渴望爱情的 只不过没有人像追求左助一样追求过他 可是直到此刻 他明白了 原来有个女孩从一开始就认可了他 在他最卑微时就喜欢上了他 这样的爱情只能可遇而不可求 当明人终于明白楚天心意的时候 这个女孩又为了救他而生死为补 九尾的查克拉开始溢了出来 明人的理智逐渐丧失 他彻底抱走了 被九尾查克拉吞噬的明人 一下就进入了八只尾巴的状态 他捏碎了初代的项链 摆脱了佩恩黑棒的控制 开始疯狂攻击佩恩 这一场战斗消耗掉了长门不少查克拉 就在明人快要被九尾夺去身体的时候 四代的灵魂出现 帮助明人修好了封印 让明人又重新恢复了理智 楚天的挺身而出 不仅让快要被捕捉的明人有了一线生机 为明人打败佩恩嘴顿长门 复活村里战死的人创造了机会 更是让明人发现了爱情就在身边 伤重的楚天并没有死去 佩恩并没有刺中她的要害 或许她只是想让明人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 没想到把九尾给引出来了 经过这一战 明人成为了木叶的英雄 有了成为火影的可能 而楚天和明人两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越走越近 明人不再无脑地追求小命 即便对方表白也没用 但明人无暇顾及而女私情 木叶村已经被毁 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 左柱还没有回来 她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紧接着 那个处处和明人他们做对的面具男幼处来搞事情 她自称是与之波斑 在无影会谈上面当众宣战 挑起了第四次人界大战 楚天在危难时刻不顾自身安危 保护村子和同伴的行为 得到了族中长辈的认可 花火年纪还小 不能上场参战 他们同意让楚天带领日向一族的人者们参加战斗 在战斗中强敌不断涌现 楚天他们陷入了和白绝大军的苦战 连宁次都快挺不住了 此时原本被送到归岛作为保护对象的明人 逐渐掌握了九尾的力量 他开启九尾模式来到战场 一生是挂的明人给人者联军带来了新的希望 也让楚天高兴不已 他又可以和心爱的人并肩作战 他们面临的敌人实在太强大了 不仅有之前的面具男带毒 还有复活过来暴虞无影的羽制波斑 他们甚至还控制了尸尾 暴雨一般落在地上 所到之处一片血腥 忍者联军顿时失衡便宜 之前对战尸尾消耗太大的明人 只能以普通状态用螺旋手里剑和日向妇女 还有宁次一起对抗密集的目次 可是目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攻击又一波接一波 这时有两根目次对准明人射过来 楚天见状不妙 立马想上去替他挡住 这时 宁次通过白眼也看到了威胁 一闭眼 一个人便倒在了地上 宁次口吐鲜血 身上长满了荆棘 为明人和楚天挡住目次攻击的是他 明人 你的命不只是你自己的 还有楚天大人的命 看来我的也是 明次用生命给楚天和明人拉起了红线 抱着明次逐渐冰冷的尸体 明人开始心灰意冷 此时戴土嘲笑他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同伴 明人彻底懵了 此时有人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这人正是楚天 明次哥哥说你的命不只是你自己的 这其中的意思 你懂吗 看着流泪的楚天 明人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他开启九尾模式 牵着楚天的手 幸福地冲向敌人 冲向石尾 大战结束后 明人破格被提升为上人 只是他和楚天的关系尚未明确 忍戒恢复了和平 五大国和睦相处 楚天又过上了大小姐的生活 他想起了小时候明人替他解围的事 那是个白雪矮矮的冬天 弱小的明人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于是楚天开始默默地为明人织一条红色的围巾 成为忍戒英雄的明人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小名妹 这和当初那个孤苦伶仃的他简直是天壤之别 真好啊 明人 见证了明人成长的楚天 不由得为他高兴 可是女性天生的极度心理又让他醋意横生 让他只能选择逃避 一个人织着那条红色的围巾 突然有一天 住在月球的万年单身狗大同牧射人 觉得自己没有眼睛实在太可怜了 他要搞一双日向异族的白眼来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女 他派人抓走了楚天的妹妹花火 在打斗中 楚天那条织好的围巾损坏了 他只能选择再织一条 木叶迅速展开了救援行动 楚天和明人一起去救花火 后来摄人发现日向异族竟然还有一位美女公主 他打起了楚天的主意 要和明人抢媳妇 有钱有势的摄人带了一帮人来向楚天求婚 为了救自己的妹妹 楚天只能答应跟他走 他把织好的围巾交给了明人 走上了摄人的宝马车 看着楚天远去的身影 明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失恋的感觉 他开始消沉了 被女人甩了 连做火影的梦想也要放弃吗 露丸大声地呵斥他 明人又开始振作起来 他一定要追回楚天 就像当初追回左朱那样 果然 楚天跟着摄人住进了他的别墅 他本想就走妹妹花火 可惜被摄人发现了 明人他们闯进了摄人的别墅 发现楚天正在和摄人举行婚礼 原来摄人操控了楚天的意识 楚天只能任他摆布 看着自己未来的媳妇正在被别人捣乱 明人气不打一出来 他发动九尾之力上去就开队 而楚天在摄人的操控下 竟然跑过来攻击明人 怎么样 我老婆厉害吧 老色皮摄人得意地说道 简直太不要脸 在明人的努力下 楚天摆脱了摄人的操控 恢复了意识 眼看得不到楚天 摄人爆发了全身的力量 他粗暴地把楚天关进了笼子 让他看着自己和明人较量 想着自己单身了十几年 好不容易可以幸福地谈起恋爱 现在又有人要来和自己抢对象 明人一路之下开启六道模式 两个拥有六道之力的人 在月球上展开了一场抢媳妇大战 战斗简直毁天灭地 连月球都被劈成了两半 最后明人一丸子对上去 把摄人砸在了墙上 救回了楚天和小姨子花火 此时周围开始坍塌 众人必须赶紧离开 明人带着楚天飞向空中 在明亮的月光下来了一场浪漫的街巻 而那条红色的围巾 从童年开始就注定是他们爱情的纽带 他们终于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后来的日子中 明人和楚天过上了令人羡慕的情侣生活 很快 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日子 所有人都为他们送来了祝福 包括漂泊在外的祖宗 妆容精美的楚天 在花火以及父亲的注视下 望着明人健壮而阳光的面白 他羞红了脸 两人一起牵着手走上了红毯 打开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大门